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内在的一些素质 或者他一些成功的原因 但是你看了这么多之后 我有个问题 最近不是有听老和尚讲吗 就说还是要相信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问问你相信这个吗 我相信你 但我年轻的时候不信你 你看这些富豪 你也觉得 你像我听一老和尚就讲 说费尽心机 说他冒险 说他去挣 是吧 那个财是他命里有的 命里没有的呀 你怎么着 你也拿不回来 枉然 枉然 你都信这个 我当然信 因为我们 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从无知 到有知的一个过程 最后呢 你发现你有知的时候 你还是无知的 因为你冲不破 你只是在一个维度上的 是吧 我们小的时候 靠什么来征服别人 靠生物力量 打架 对吧 是吧 打架 拳头 那时候脑子里没知识 没信息 报名 你妈妈 是吧 报名上来的 报名 对吧 慢慢长大 发现拳头不能全部解决问题 是吧 还得有点伎俩 还得有点聪明的才智 反正靠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得跟人交流 征服社会 比如说这个拍拍领导马屁啊 跟领导搞好关系啊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 需要信息和知识的 对 但是呢 这个东西是有阶段性的 你就是啊 把个胆都弄破了 有些东西 弄不出来 弄不出来 是吧 这没辙 那那 有的人想当官啊 哎呦 当到副局了 就怎么也都当不到证据 对 我我 我是认了这个了 就是蒙羡慕别人 他让你去做他那样的人 你也做不来 对 而且呢 实际有的时候 我看见那样的人呢 呃 在我的角度上 我也替他有点可怜 对 你说他是富豪了 他日子过得真的舒服吗 嗯 你知道他琢磨的有些事啊 嗯 那都不是咱琢磨的 嗯 你比如说我也认识一个富富富富豪朋友 我讲一个故事 嗯 他说什么 他说你看现在这个中国 这个古董艺术品文物收藏市场 这个价格乱七八糟 他说呀 那些土豆款们要付一大一大半责任 我说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他说呀 他们现在他说他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十几个亿 十几个亿 他在浙江 嗯 他说这个朋友啊 每次喝了酒之后就哭 而且呢 就是跟着他们去买古董 买艺术品 瞎喊价 什么就就就就就就买 其实买了一屋子假东西 可是他后来就喝多了酒 他跟他哭什么 说我十几个亿 可是什么时候别人都觉得我是个做扣子的 嗯 就做做小扣子的 甚至他想产品转型 咱们现在也说产业转型 对对对 他产业转型的原因不是因为什么利润 是因为他觉得 我不能让你们觉得我就是个做扣子的 对 我得做点 他觉得高档点的是不是工业 什么就是身份就好一些 你说他这么 命 命 这也是命 他这个历史阶段 历史紧紧的把它锁死在了这三十年了 嗯 你你超越不了 这三十年里面 你的命就是做扣子出身 做扣子大王 嗯 做到扣子世家 嗯 嗯 后面的历史 后面几十年 可能是你的儿子 孙子 啊 再去超越你们家族的生命去 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还是挺东方式的 因为我就想起来这个 为什么做扣子地位就低呢 因为前一周我还听一个朋友在那说就说一个在美国和香港什么都是特别牛的这么一个做鞋的 人家 那杰米苏鲁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品牌 结果到了印度突然就发现人家觉得你是一做鞋的到哪儿人家都不把他当回事 哦 是 闹了半天你是个做鞋的因为你印度这种种姓出身的做鞋的是很低的 就是最以前是不可接触者最低的种姓才能去摆弄这些牲口的尸首你要把那个皮啊制隔的是很低的 嗯 就是到了现在他还是有这么一个烙印对这种身份的烙印你是做什么的你再有钱你多少个亿你多多大的牌子还是不行 但是我发现这种在在在美国还真没有这个你到了现在你说谁谁谁家 或者是民主党的或者是共和党的什么助选的什么人里边你发现有大富豪其实一问他是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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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的啊或者做什么 在我们这就好像有点挺不不出拿不出手的这种行业但那根本没有这种意识 所以我说啊你说是中国社会什么所以一切往前看好像也不是也不是也有别的评价标准要不然很多富豪现在他不会那么急于让社会承认甚至呢爱跟文化人交往 希望显得自己呢对我是有文化的对啊这东西挺有意思 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人们啊这个刚才扎老师讲美国的情况 美国稍微有点特殊是因为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对这个比较容易参考的我觉得就是东方国家和欧洲 他还一直是有啊门第观念的对在他的骨子深处是有门第观念东方骨子里也有也有门第观念是吧说这个呃 呃你们从现在看啊就说那有钱的人啊有钱能在 带给自己家序家谱去啊是吧是是找根基去啊 说我们家为什么有钱啊嗯 我们家祖上好啊是吧实际上有没有不知道但是他在个序上去为什么要去上能去到腰顺雨 就是跟你说那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为什么他敢那么吆喝看拍啊嗯啊他只有靠钱来证明自己 他们我老听他们拿钱买文化我老听那些拍卖师说说有一著名人就外号就叫大你一口嗯什么叫大你一口就不管谁举你只要举你举五百万我举六百万不过就一定大你一口 我还有一个想请问你啊就是说现在外界一般对中国的富豪阶层其实很多匾的嘛嗯 匾的就是说好像才该用个什么词形容比如像美国那种洛克菲勒家族啊就感觉德高望重你作为一个富人 不但富甲一方也是德龙一方对吧而且这大家确实是那么一种感觉怎么现在怎么中国的这个富豪圈子咱看见的就是上那个什么展投榜呢叫富人富豪吧杀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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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谁上谁倒霉谁上谁倒霉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又有人骂了就说你看这捐款呢做慈善呢对这这些方面你你你你怎么看刚才扎老师讲的这个关系讲到了比尔盖茨嗯他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啊 嗯说03年的时候啊说比尔盖茨哭了到中国来哭了啊说为什么哭了呢03年咱们有什么大事啊非典啊非典非典非典后来呢他了解到一个数字 就是中华慈善总会啊就说这些富豪们捐款啊他看捐了多少捐了720万非典的时候其中的话你有200万是一个个人捐的 通常是他哭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这事情的可考证但是故事很有象征意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故事啊来解剖进去来看 嗯那是吧这个至少的话他是情绪是波动的嗯对吧那么比尔盖茨为什么能够把他的所有的资产 捐掉啊第二位的巴菲特对又把310亿美元对也都捐给了盖茨的这个这个基金会 但是在这之前你比尔盖茨在美国被骂了很多年对就是觉得他一个互联网的这么巨富啊首富啊搞垄断 然后抠门啊小朋友不做慈善不捐钱整天那个报纸上骂他也骂我人家骂比尔盖茨觉得吝啬嘛因为美国这个捐赞 富豪的捐赞传统已经是不止一代了已经好多代了你说现在说这个福特基金会什么呃 诺克菲勒基金会都是大基金会已经有一很成熟的一套系统赞助各种各样的项目但是他们起家的时候也挺黑的好多呢卡内基什么这些你要去看那个发财 很粗糙对也很也很也很血心 也很血心对但是所以他要有一个时间段我们现在要求就可能是有点急因为他都没有安全感呢他都不知道我这些钱是不是他先垫着我这一代能不能下一代是不是也能有着了我这个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可能要给他一个时间我就说就连比尔盖茨因为他是第一代对他来说他是第一代富翁啊他不是后代啊你像那些什么呃不说福特和罗克菲勒比如说你就说 那个索罗斯我就听说他有一个女儿就是很焦虑因为他不缺钱他缺的是我这一辈子要干什么呢所以最后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志愿就是去扶贫到各处去包括到中国还是在新疆还是西藏哪就做这个专门做这个基金会的慈善事业去扶持贫困困地区的教育啊什么等等这都是下一代了比尔盖茨第一代你得给他一个时间 他到了一定时间你看他还是就是张老师讲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呃除了这个时间的因素以外啊呃我觉得有几个文化层面的问题和整个的这个呃制度层面的问题要提对你比如说这个呃整个的他的美国的整个的他的主流的价值里面啊 他关于公益慈善嗯他是他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嗯嗯嗯你不管有钱没钱对你要表达你的爱心是吧嗯这是跟他的宗教啊有关系都有关系嗯第二点的话呢他的制度本身啊他是鼓励你的是吧嗯你捐钱减税的减税嗯嗯是吧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环境刚我们提到的安全感对整个普遍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的话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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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生态环境对嗯相对要好好一些对是完了这样的话呢才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现在啊也看到了但是我们现在暂时可能这个时间啊没走到这儿了嗯以前之前全是罗布快乐不喜倪的罗布快乐不喜倪是不是啊啊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富豪就不出名的富豪啊有时候跟他们吃饭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这个思路啊还是在 在哪儿呢就是不要漏腹啊对枪打出头鸟啊没错木秀鱼林封闭催直嗯他还属于停留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所以他都听说现实也有这个问题吗就说你看这不是都杀猪绑了吗对对对对对害怕都给那个胡润绑听说要凭谁了赶快求求你别让我今年上榜了要不然我就完了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你发现这个这个排富豪榜能上富豪榜的人已经是一些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不是就是他们是罪富嗯 很多其实呃跟他们一样富甚至更富的人是不在榜上的我们不知道的嗯这个这个这个区别在哪呢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里边有学问啊这很难说清楚包括这问题好是吧就包括你说的毛雨士先生他写一个说的呃为穷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就引起很多人攻击为穷人办事没得可说因为而且毛先生我觉得真是一个大家他确实是为穷人办了很多事对支持扶贫办保姆学校 小额做很多小额投资贷款但是为穷人说话其实他就是没有可能听众没有界定清楚其实他讲的是为勤劳致富由于他的才华由于他的努力他发起来的不是那些不通过不法的途径或者是官商勾结什么那样起来的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仇富的这种呃情绪 他是不细分这些的他就是一种盲目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致富是怎么起来的这跟信息也有关系嗯很多其实很富的人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富起来的所以你就怀疑哦都是来路不明其实这里面是很有各种各样的富人对吧所以我我我说的这个你你你刚讲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 就是一座冰山嗯嗯我们只是看到冰山的时候啊那一脚啊实际上巨大的体量在底下呢对嗯我们没有看到对这些东西是什么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绝对要反思的就是说我说我们走过来改革开放走过来30年以后啊成绩巨大嗯不容置疑方向是对的对 但是有些东西啊是大家产生这样一种社会情绪的对基础对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和人的不信任对啊事态的炎量对啊对于传统的一些不容更改的不容突破的领域的突破对啊比如说我说几千年的一分一德啊教育对吧你是十年数人百年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嗯是吧呃这个受业解惑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够不能够更改的不能够突破的这是什么这是本啊那么现在的话呢积压了那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对于我们人的生存层面的我说讲讲讲人的那个生态人的生存层面的问题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个红巢巨大嗯你无法阻挡啊把一切东西都裹挟着就下来了嗯你想抗是抗不住的 啊因为我说尤其是我们在前三十年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场运动叫财富运动的话后十年的运动啊就只能叫炫富运动炫富炫富炫耀炫耀财富炫富嗯啊所以最近美国一个历史学家啊对他就针对金融风暴的对讲啊对他说啊金融风暴金融风暴的产生让炫富时代可以说结束了像你说的这种炫富啊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像你说的问题就是这些富豪啊早期是要解决物质问题的物质世界受到了伤害怎么解决了但是一解决之后啊不知道该往哪去了这就是说最后反过来又明白精神的问题还是精神的问题物质的问题还是物质的问题你有多少钱换不来幸福感对吧这是真的那么到了到了这个精神的问题呢又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 一旦是这个空虚了以后啊就容易啊以别人为标准对以别人为标准你要不咱这就算说好的了比如说他那天跟我讲就说是说原来这富豪啊喜欢追个什么女演员呢追个什么女歌星啊说你知道吗现在喜欢追女主持人啊是特别就是为什么吃姜了因为我这女同行呢他感觉带出去呢对是个有层次的有文化的好像觉得比那娱乐圈呢是不是还显着有点 身份买的是文化买的是文化买的是文化啊你得说这比初期还是进步了他追到这一层了你就还是说他是以别人的标准为他自己的标准包括买古董讲实在话为什么这古董市场现在也很混乱艺术品市场很混乱人家现在这个收藏大家就说了这事根本上不是投资啊是你的热爱吧是你的学习是你的教养别的确一般说西方富豪到了顶尖 别是塔尖上的塔尖上必走两条路嘛一个就是慈善对吧再一个确实是收藏艺术品对对对可是收藏艺术品那他就是财富问题解决了真的美艺术他是因为这个我就听你说那个李小华那个豪宅里边堆的那种就是金子都贴在柱子上那感觉真是挺感叹的因为我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是会议或者什么在美国去过一些富豪家确实也是豪宅里面确实有很多价值连成的 艺术品但是他确实给你的感觉不是堆在那真的是他的房间的生活的一部分是挺好看的相得益仗而且经常会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就前两年在加州开一个会这个会议上的一个一个一个呃成员是加州的一个参议员他的他的丈夫确实是一个富豪就是做油还是做什么的然后请所有的这些与会者去他们家去开一个会 可是这会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会啊另外一个会呢是全球扶贫问题的会他们就是赞助这个的嗯你你当时我也感觉也很吊诡就是一方面确实风景如画这么大的一个充满艺术品然后四周你都看不到邻居都是山坡什么这样的可是他确实是在讨论一大堆人各种各样的人在讨论我们怎么能去非洲扶贫怎么样到怎么来分配这些钱来做 善事嗯所以你就觉得你不能在这说哦他就是虚伪他怎么这么多钱可是这么多钱之后他怎么用呢就不仅要会挣钱而就要会花钱这是是一个艺术这个就是啊就是说我们说啊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以后他要啊他要凝练和萃取出啊对核心价值最后使得这个核心价值啊转化成一种普世价值哎这说到点上还是个是个核心价值观的 对你就怎么使得更多的人受益完了以后的话呢你你你可以告诉你因为现在富人啊你得你得同情富人他他没渠道啊他没渠道啊是吧是是是是是加发达老师这个有眼界的人他说你可以到非洲去啊啊养这个花南虎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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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 Dunk loves this 还有帮 İng 美国的大学比如说他好多校董其实就是富豪 但是他很关心这个学校能不能给给一种人文教育 然后他不仅自己要给钱 而且他很关心这里边比如说这个这个学校要有一种平衡啊 多元不能光是靠钱 比如要设立奖学金要盖什么样的楼 要怎么设计什么 他参与很多各种各样这种 说了半天不是为了表现给别人看 还是得说到这自己个就说核心价值观吧 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吗 对 还说到底还得聊人生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春元毕竟是市委宣传部工作过的 政治素质高 对对政治素质高 这高山远主 咱谈了过去三十年 我请你们两位说说未来三十年 张老师你先说说 您这个生命也覆盖的比我跟他多 空中面不啊 只能说地里面 搬家搬的多 对 我确实觉得这个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肯定都有一笔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从我们从一个革命的破坏的一个时代终于走到了一个建设的时代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还是在建设当中有很多混乱的东西 就所以大家都在谈这个价值吗 要形成一个社会的一个新的价值共识 就从这个富人对富人的看法上 我觉得也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刚才谈了半天 还是大家有点混乱 有很多误解 富人自己也很迷惑 那将来就我觉得你提了一个很好的头 就是又要在文化上 又要在制度层面上 把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最后啊 逐渐解决 我们别都怪富人 这不是 其实富人挺被动的 咱们咱们杀杀杀杀 拿过来光光光就砍人家 实际上人家挺被动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走过来 那我们发现有些问题啊 就是说他这个社会在在加速前进的时候啊 嗯嗯 他会对一些东西造成创伤 嗯会丢掉一些东西 嗯嗯嗯 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 对他要回头去捡 这就是文化的修复作用 我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啊 嗯啊 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是懂这个的 嗯啊 比如说我们大家普遍能够感觉到的 比如说现在公平制度受到的挑战 公平 诚信 信任 对信任制度 嗯嗯 接下来是 信仰和道德层面的问题 嗯嗯 大家大家都是在啊 道德之上下做事情 嗯 是吧 稍不留神就 就出了底了 嗯 对对对 就就就法就是法律层面了 对 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 改革进入到今天这个程度啊 嗯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制度上 确实是有一些缺陷的 嗯 是 这个不能回避 嗯 为什么说不能回避呢 就是说 我就讲 你比如说我们在在做WTO的加入的时候啊 嗯 对 我们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一条铁线 就是他必须接受啊 市场经济国家 对 所以为了进入WTO 我们中央才决定 把这个国家改成社会 以及市场经济 哦 对对 这就是 来来来来 消弭我们制度上的一些啊 一些漏洞 一些问题啊 嗯 实际上任何社会制度上都有漏洞 对 美国没有漏洞吗 当然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二零一零 什么叫 很幸福卢 非常幸福 中文字幕——YK